今晚新聞新聞報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帶你來看看 這個禮拜天柯文哲正式宣布 要啟動陸戰了 陸戰往哪裡去 大家一定要來開開眼界的 桃園造勢大會要開始啟動 然後台南要科無合體 六都現在都說有大型的造勢活動 而且不要小看他們 一場至少也要三千到五千人 來到場力挺 而同一時間柯文哲說過了 他覺得他就是現代蔣餵水 為什麼 因為他就像蔣餵水一樣 一場一場的演講 改變台灣的文化 改變台灣的人心 他說其他選人都沒有像他這樣子 所以他要繼續的一場一場講 找民眾開講 找部分區立委人選來講 但是別忘了 他這麼會講 KPTV現在流量剩多少 一千多到底怎麼回事 小粉紅沒有在幫你的忙 沒有在斗內了嗎 另一方面來看看屏東造勢大會 也是在今天正式登場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挺郭大將 周典論 他的女兒不是也變郭董的乾女兒了嗎 現在也一一回歸了 所以這個 大家就問他說 好久沒有看到郭董了 是不是已經放下了呢 他說很久沒落下了 好 不論如何國民黨 現在還在努力讓郭董回歸 關係可能差到五%的選票之多 我們來看看北台南競選總部正式成立了 賴清德真的是兵強馬狀 現在是五大陣線全台巡迴 護國的海崑號巡卡也要登場了 這個賴銷合體不斷的跑 另一方面這個搶救王毅川行動 算是插槍走火 現在幾乎變成一個選戰的主旋律 甚至還推出什麼推出什麼 我從這個手機上 你就可以看到 阿川在哪裡 不要去找一個特急 要去找一個激情 這是三邊的大活動 在今天17號正式全部登場 今天一整天最精采的畫面 我們帶你來看VCR 賴清德大進場 鄉親幾爆會場 這邊要我手 那裡要拍照 賴清德回訪本命圈台南 過去擔任市長 如今被對手陣營拿來做文章 尤其直指綠能光電 背後黑金 產品不夠全世界 都需要一定比率 合格力點 我這句話說 沒有綠電 就沒有台積電 任何的光電蟑螂 我一定鐵鐵消除 不只賴清德喊話消除綠電蟑螂 總統蔡英文也話瞎 我們不會忍受害群之馬 任何的個案 該查就查 該辦就辦 選舉到了 我們在野黨也說要發展綠電 那我要跟他們說 他們不要看到綠色 就抹黑綠電好不好 排斥綠電 就是排斥台積電 面對藍白強攻 想擴防本命區 愛政營也安排懸前之夜 選在台南跟新北 舉辦大集造勢 接下來還會全台狂掃入戰 愛情的總幹事潘孟安嶺 軍先預演環島拼圖拼子活動 只是首次排字有點微微懶殘 其實有些狀況 還不怎麼理想 等一下事後檢討 有這張228首牽手的預演 帶當後228首牽手順利進行 趕快是27天前 環島平次大預言 歷史會記得大家 不只要守住台南本命區 更要全台陸戰衝刺選機 才結束台南大造勢 17號下午 民眾黨桃園大造勢 再度登場 柯文哲桃園造勢 現場騎海飄揚 主持人更喊出 現場人數已經突破萬人 但相較昨天台南大造勢 也喊出5萬人 我們一定要把台灣迎回來 在賴清德本命區開獎 柯文哲喊到韶瞎 但媒體人江玉軒爆料 柯文哲是科米八元蟲 有人就擠 有鳳就鑽 只擺了1800張椅子 卻能喊出破萬人 李政浩更貼出數學公式 打臉柯文哲 正條路大約是2880平方公尺 而每平方公尺大約能佔1.5人 等於整條路頂多4420人 至於柯文哲台南造勢 根本大碰紅 一直被認為陸戰不強的柯陣營 用造勢人數喊話 有沒有碰紅 公式一算就有真相 好朋友 歡迎與會來賓 誰叫是資訊媒體王瑞德 本命好 大家好 資訊媒體人陳品鳳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國民黨籍的 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慧民大平安 好 再來介紹新民進黨籍的新北市議員卓冠廷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稍微待會兒康仁俊與張藝善 也會來到現場參與我們的討論 這個討論一開始 先來看看這個瑞德大哥 你目前的觀察 其實選舉很接近了 然後現在開始呢 我們看到有人說 國民黨贏了 國民黨贏了 但是這個又有人說了 陳時豆沙包說 沒有啦 還輸給賴蕭沛 現在選情的狀況 究竟是怎麼樣 柯P真的有所謂的 陸戰造勢活動嗎 撐得起來嗎 如果真的有陸戰的造勢活動的話 就不用兩次 那麼脫口而出罵三字經 罵人家龜孫子了 那事實上呢 那麼今年的手頭族啊 常講說柯P他的這個 主要的組成分子 年輕人都喜歡他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 他的本命區也只有年輕人 他只要透過超過40歲 大幅度的降低啊 我常講說他70歲以上的支持率 只有0.7% 0.8% 所以你就知道年紀越大 因為討厭柯文子 這跟他在台北市長的任內 就當了八年市長 把人家那個崇洋進老軍 七區一千塊砍掉 我覺得你不要 你不要把老人家覺得想到那個錢 沒有辦法 不是 我不是說錢 你聽我講 我講的是 金毛季 金毛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爸爸生前曾經跟我講過 你一年扣一千塊 不可能成功啊 不可能成功啊 但是那時候的金毛季 年紀越大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一個金毛季 要的是一個被尊重 沒有錯啊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呢 他這樣子對待人家死大人 人家會討厭他嘛 那你以為那個很多的這個中間選民 就會喜歡他嗎 柯文哲現在面臨到的一個困境跟窘境是什麼 一直說他內部民調是第二名嘛 我相信 因為到目前為止 除了他自己號稱的內部民調之外 沒有其他的民調顯示他是第二名啊 然後當然 公開的民調難道都錯了嗎 公開的民調為什麼都沒有看到你變第二名呢 我覺得最可笑的是國民黨的這個主席啊 朱立倫為什麼 但他也學跟柯仁澤一樣 就是我們內參民調 我們已經贏過了那個賴清德了 說得很爽的對不對 不然你就公佈嘛 你內參民調全部都公佈 很簡單嘛 內參民調如果按照你這樣說的話 拜託2000年的時候 總統有的連戰啦 我說貪伯的啦 那時候不是說你們內參民調 已經贏過了這個陳水扁跟宋楚瑜了嗎 開出來的票慘不忍睹嘛 所以不要再講內參民調了嘛 有代表 有代表 有本書公佈 我跟你講現在還會再 內參民調叫做不負責民調 當然不負責啊 我說爽的 那為什麼他要激勵選民 為什麼因為選民有一種啊 是歸挖大邊 所以現在越來越越靠近 我跟大家預言啊 1月3號是最後這個公佈民調 1月3號臨時開始不能公佈民調 在1月1號12號會大量出現一堆奇奇怪怪的民調 對自己有利的民調 那大家都在想做一件什麼事 想從對方那邊把票給挖過來嘛 那柯文哲現在做的也是 要不然的話他們有突然間講說 我的內心世界還是深綠的 他為什麼這樣講 又要去騙深綠的票嘛 那騙不了的以後呢 你看他開始帶中華民國國徽的 國旗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兄章嘛 這些都是一種騙票的一個手段 那可是問題就在於 沒有龐大的跟扎實的陸軍對不對 我覺得是柯文哲的致命商 他現在剩哪裡去 他現在剩廟會廟口 然後跟包括蔡奇亞亞奇亞這些地方可以去 那他們也是有這個地方造勢 可是問題就來了 柯文哲自己講說 那麼大型的那種陸戰 那種大型活動會越來越少 那我請問一下 既然這樣你選錢之夜為什麼要在凱道 你選錢之夜為什麼要選擇在凱道 你在凱道我告訴你 在凱道必須營造一個氣勢 是什麼氣勢 柯文哲的柯粉 那麼除非能夠把凱道跟整個附近周邊 忍愛路 信義路 包括中山南路 錦路全部集滿 全部集滿是怎麼回事啊 全部集滿就像四年前的 韓國瑜造勢跟選錢之夜的 蔡英文造勢一樣 你一定要營造這樣的氣勢 柯文哲的氣勢在什麼時候 包括民調開始下跌了 716大遊行 現場去萬幾個人而已 一萬多個人說整個氣勢下滑 他如果去三萬五萬人的話 那就不一樣 我請教你 申請到陸權可不可以放棄 我告訴你 不可以放棄 也可以交換正義資源 B1資源 我跟你說不客氣啦 有人不是故意 因為不算說是柯粉 故意把人家 我說拍天啊 親門打虎 故意把陸權 申請到人家的那個競選總部 就是賴蕭的競選總部民進黨 中央黨部前面 故意申請陸權嘛 然後呢 有人拿這個事情去問這個柯文哲 因為賴清德說 那是他直接這樣做對不對 申請到人家別人競選總部 他會他會放 叫他放棄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一個做人的 基本的得力嘛 你知道柯文是怎麼說 他說 民進黨講得好像 他的募款 募大的款 要去救濟窮人一樣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滿腦子都錢嘛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沒有拚啦 我說坦白就是沒有拚嘛 你要怎麼判斷 是你們家的事情啦 但是你這樣做人家會解讀 是沒有拚嘛 可問題來了 我告訴你啦 民進黨要對付他很簡單 我告訴你 陸權在你那邊是不是 民進黨現在就是我一樣開票 我一樣在我中央黨部開票 但是我不打舞台就好了 我跟你講我本來不去開票的 對啊 我現在都很想去北平東路走一走了 2020年那天我就在現場 抽空一個小時到現場去 所以我跟你說啦 你現在有陸權沒有用啦 為什麼我相信 我笑你不敢在那辦多年 就是這樣嘛 所以呢 那麼民進黨就是一樣 在這個中央黨部 美平東路那個地方 我一樣開票 然後我不打舞台 對不對 我不打舞台就沒有問題嘛 沒有陸權的問題嘛 然後老百姓自己要拒絕 我相信你台北市警察局 膽敢在那個時候去驅趕這些人群嗎 強制驅離嗎 我相信也不敢嘛 可是沒有舞台真的少一個人 但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以前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我想到一部了 就是那種布的螢幕有沒有 哈囉 你們就是在那個大樓 那邊掛一個布的螢幕 投在那邊投螢幕 然後大家就沒有影響道路了 我告訴你 以前沒有人會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認為 政治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有一個風度 日本的風度 我說坦白的啦 你怎麼出一部都沒效 為什麼 等到1月13號 7點左右 總統台穿就知道了 等到那個時候 大家見真章 我說坦白的啦 你去搞生意小動作 一點用處都沒有 只是這種看破卡手 讓人家覺得 你沒有風度這樣而已 沒有啦 你選去選 說人歸孫子 說人外交部是歸孫子 這是太不得利了啦 他知道他不能得罪公務人 所以話轉回來了 他就是欺負好欺負的 好 現在來囉 這次選舉當中 真的是插槍走火 出現了一個 搶救益川大兵的行動 這個行動一登場之後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拜託的 王益川要抓 多出一百萬片 現在輕的輕的 是多出多少片 目前 效果如何 居然還要搞一個 學大甲媽的什麼 出巡定位活動 你們會不會太誇張 禮拜五晚上 搶救王益川大兵活動的台中場 這一場真的是 我們超級感動 我先講喔 現在已經發展到什麼狀況 這算你們的本命區啊 年輕人 年輕人 不管是 自己做很多的 一些周邊的物品 穿上王益川的衣服 然後呢 在現場 套上了頭套 然後還是說呢 我們有一些 免費提供給大家 可以下載去iPhone 下載列印的一些海報 還是說是一些商品 紛紛帶出來 到了禮拜六早上 搶救王益川大兵的活動結合 立法委的書巧會後援會 我把他辦一場在英哥 結果現場喔 我給大家看看畫面 我們很多里長啊 跟李明會到現場對不對 正常 同慶禮就同慶禮嘛 居然禮別的上面 直接插了一個搶救王益川 這不是我們做的 這是李明自發信做的 現場非常多人 拿著支持阿川 支持民族進步黨的旗幟 跟很多的一些配件到現場 所以這個活動 剛才慶禮姐問的一個問題 戰果如何 我先講數字喔 一個月前我們發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的民進黨的政黨真實度 換算成席次 大概是12席 所以離王益川洋人當選 還差4席啊 表面14 10至16 現在最新的民調我們做出來大概到13席了 真的假的 多一席 多一席 很辛苦啦 這幾席都是 等一下 第13席是誰 13席我要查一下 佳浩恩 對對對 13席我要查一下 但是我要講是說 現在還差3席 那我們接下去很多戰略 今天要再講幾個 我們接下去的目標 第一個 民進黨接下去 我們陸 空軍兩邊會合作 那五線齊八 賴清德跟孝美群 基本上會全台跑透透 繞一圈 然後弄總統副總統 第三個是我們超級王牌 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這支軍 沒有一個總統當到第二任的 第七年多 民調要50%的啦 中華民國第一次的紀錄 就蔡英文 所以小英會長在全台服選 第四支軍就是海坤號 林飛帆領軍 結合我們青年部的年輕人 四處的開獎 然後到處街頭開獎 然後海坤落到 跟大家講國防的重要性 第五支軍 無心插柳也成因 就是王毅川大隊 你們是第五支軍 對 第五宗隊 現在已經變第五支軍了 正式軍由下而上 現在呢 獲得了各方的肯定 1月8號會正式啟動 我們的全台大 1月8號會啟動 川流不息環台的車掃活動 川流不息 我們每年那個亞媽做的時候 大甲媽嘛 然後會有個APP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大甲媽 現在在哪裡 現在到中華到雲林 我們會做一個 王毅川全球定位系統 然後你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王毅川在哪裡 不要被外星人找到 不會啦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有點像電子腳樓的概念 那個我跟大家報個密信 我們在溝通這一個 電子定位系統的時候 一直溝通說 是要放在王毅川身上 還是放那一台戰車上 王毅川兼職不從 不給我們放他身上 那當然 我們就放在車上 但這四天王毅川 會跟車子行影不離 所以車子在哪裡 王毅川在哪裡 第二個 我們想要比照 因為我們很多觀眾朋友都有印象 就是我們現在很流行 田中嘛 跑馬拉松嘛 然後跑到哪裡 會餓嘛 會渴嘛 會有餵食嘛 會有特產嘛 我們會比照田中嘛 做一個王毅川餵食食禁秀 我們從台北出發之後 各戰啊 很多人比方說到商話 有包子當那個特產嘛 到了說王毅川很渴很餓啊 餵食他吃包子喝飲料 然後我們會全程直播 我們想要讓這一次的這整個選舉 可以更歡樂一點 然後也催出政黨票 最後一個我要講 其實不是只是 搶救王毅川 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讓很多 民進黨優秀的人選 讓大家認識 我特別要分享一個人 他叫陳俊翰 他在台中場的時候 其實分享到現場是 大家會覺得很敢配 而且怎麼 有人這麼堅強 而且民進黨 還把他提名是部分區 陳俊翰我們說 他上帝開了兩個玩笑 第一個玩笑是 他出生的時候得到罕見疾病 所以其實是全身癱瘓的 後來在他整場過程到國小 家裡發生火災 他的雙腿又被截肢 可是陳俊翰他化悲憤為力量 他努力 他後來考上律師 出國留學 回來台灣之後 他當一個人權律師 專門關注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所以我們民進黨提他 希望他到立法院裡面去 用他的專業 變成立委之後 來關心這個整個身障者 然後以及相關人的權益 出席北港朝天宮馬祖活動 柯文哲從拜廟至辭到禁酒 肝在一個小時內結束 連低頭吃飯都加速 前腳剛走侯友宜後腳道 畢竟雲林是藍營執政縣市 侯友宜來到自己的主場 先來個大進場 民進黨英系大咖黃成國 也出席貨班顧問證書 但這動作 按著主持人話瞎 黃成國順手比了OK 想一想比三好像不對勁 放下的手就沒再舉起過 侯友宜連日進攻中台灣 巧遇綠營大咖 自家藍營小姬顏寬恆 也和柯文哲來個不期而遇 無視國民黨禁令 推說都是巧遇 最新美麗島民調更鮮遜 在中張頭喉咳差距不到兩趴 藍營造勢辦得積極 燕子也毛起來衝人氣 強化陸陣 展現組織實力 但日本學者 小力圓心性分析近期激奔民調 三組支持率幾乎沒什麼變化 喉咳差距也沒拉大 藍營麗拼翻轉綠地 但想要贏得先拉開和柯皮的距離 身兼中廣主持人的歷史哥脫口 請假中的董事長趙紹康 就用中廣當競選辦公室 他直接他的辦公室洗燈 他的秘書東西收好 直接鎖門啦 鎖門不開 只有回去拿東西 他自己也不進來 他都去哪裡開會你知道嗎 他拔著11樓 直接打開 然後就每天就全部禁辦在那邊 中廣送江大樓共12樓 趙紹康把11樓當禁辦 樓下就是中廣 他認了租在那裡 但贏貨兩棄 絕沒佔便宜 我競選名片上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11樓嘛 那剛好11樓有空 80坪我們就把它租起來 租50一天 大概付20萬的租金 有合約的 所以我不會佔中廣任何便宜啦 趙紹康強調 11樓是租的 不辭中廣董事長 是因為一切合法 但民進黨發言人林楚音質疑 趙紹康說有付租金 那也是左手收 右手進 自己租金自己收 表面上是請假的董事長 實際上就在樓上 當營運者日夜監視操控 清德兄 這個你把你的違建拆掉 我就辭掉中廣董事長 賴清德是礦業法的受害者 但是反觀趙紹康 卻是濫用中廣資源的特權分子 怎麼說呢 他自己說 這個只租用41天 誰要租給他 事實上就是他自己 左手租給右手 這不叫特權 什麼叫特權 趙紹康把辭不辭中廣 和賴清德老家綁在一起 現在曝光不但沒打算辭 還在樓上打仗 屈高零下 我覺得蠻特別的 難怪朱立倫現在要出來 口出謊言 特種部隊是不是 搶救部分區特種部隊 34級 來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現在號稱有陸戰了 不容易 不容易有這個決心 也是蠻好的 易善兄 所以目前出力都要乾爪 對我要講說他們的陸戰 其實 其實也是他們自己的自發行動 科粉自發的行動 但是最近被褲守成這張圖 這張圖最近非常有名 為什麼呢 因為是一個chip的科粉的網友 他是一個網紅 他去霸凌一個國中生 他自己的名字就叫chip 不是你罵他 他叫便宜網紅 便宜網紅 去霸凌一個國中生 因為國中生一張漫畫 在網路上爆紅 因為chip去霸凌他 因為他在諷刺所謂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李漢行人 那行人走太慢 所以一個皇帝牽的烏龜 所以這個chip 霸凌的這個國中生的時候 引發很多的網友的不滿 說你怎麼可以去霸凌 一個國中生的漫畫創作 所以就是反諷所謂的科粉的行動 這個科粉的行動是什麼呢 現在他們的行動叫做 扛阿伯 扛阿伯走在路上的時候 剛好也在過人行道 所以要走快一點 不能走太慢 阿伯要人家扛喔 你也幫幫忙 扛阿伯 所以我要說扛阿伯 就下面的是誰 是黃國昌 黃國昌是誰 就是他要扛阿伯 所以他網友說 你叫做跨下之乳 黃國昌對跨下之乳 非常的不滿 其實網友沒有在 侮辱黃國昌欸 因為跨下之乳是指誰 指韓信 韓信是戰神欸 但是我們不要煩惱 是韓信最後是死在呂後手上 上面這個叫漢高祖 柯文哲其實就常常自比皇帝 最常比的就是漢高祖劉邦 所以他扛阿伯 剛好是扛的漢高祖 他是韓信 但是誰是呂後 才是最大的關鍵嗎 因為最近柯文哲 又發了一個黨員信 總共發了三封 柯文哲只要在黨內的領導權威不足的時候 或領導微信下滑的時候 他就會發這個黨員信 那第一次發黨員信叫高鴻安事件 因為高鴻安當初李正浩說 他一堆的所謂的名車豪宅的事情 讓很多的民眾黨的支持者認為說 你為什麼黨內不處理高鴻安 後來他處理了高鴻安 結果到最後也沒有處理 現在高鴻安還是黨員 所以他發了一個黨員的公開信 要求所謂那麼定 所謂的六條的標準 這是第一次發公開信 第二次發公開信 就是前陣子藍白盒的時候 他去簽了所謂六點協議 出來之後 所有的柯粉暴怒主戰派暴怒的時候 他的領導權威被挑戰 他趕快發了一個黨員信 第三次就是今天這次 因為他民調笑話了 他當選的機會越來越低的情況下 他知道未來的戰場在立法院 也就是剛才講的 會受到黃國昌的挑戰 所以他跟黃國昌在簽 黃國昌的賣生器的時候 有六點協議 一樣是六點協議 裡面有一點就是完全尊重 柯文哲在黨內的領導權 特別要把這一點 柯文哲要跟黃國昌簽的這個協議 他在怕什麼 柯文哲多怕黃國昌挑戰他的權利 所以還不只黃國昌我剛才講呂後是誰 我當給你不分區立委做 你就不能挑戰我黨內的權威 對 另外一個人就是我剛才講的呂後 當漢高族死掉的時候 殺劉邦的是殺韓信的是呂後 那呂後是指誰就很清楚 另外一個黃嘛 那就黃珊珊 所以未來整個立法院的民眾黨裡面 他如果戰場在立法院的時候 變成黃國昌跟黃珊珊主導 那民眾黨的柯文哲到底剩下什麼 他是他現在最大的危機 難怪他要趕快發一個黨員信 去籠絡他的支持者的權利核心 不過我還是佩服他的啦 他不管出什麼疲漏講什麼奇奇怪怪的話 讓人不能接受 他目前還是慢慢的蛇欸蛇欸 爬回了將近有20%的支持度 看起來他最後票能不能投出到 真正這個因為年輕人等等各種因素 再加上這個投票會不會去 他最後能不能開出15%的票應該是蠻關鍵的 好來看看現在呢 非綠的部分想要的是什麼氣保 因為綠的部分是團結一心 就算柯文哲最近又說 其實我內心是深綠的 深綠的也不會再被他騙了 好這個氣保有沒有可能來操作呢 來看看中時新網所做的這個民調 原本的支持度 這個民進黨32.7 國民黨29 柯文哲是19.7 那麼這個還沒決定的有7.5 可是如果氣保他題目是說 如果您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機率不大 會不會轉向支持哪一組候選人呢 柯文哲的票掉最多 他掉了7.3%流向何方 2%到民進黨 3.7%到國民黨 其中呢1.5%決定投廢票 所以氣保之後的運作 柯文哲12.4% 侯友宜32.7% 民進黨是34.7% 好這是這樣的狀況 柯文哲最常講的是 他是理性科學務實 我不知道他的科學的這個基本基礎在哪裡 你看他講這種話 面對可能被氣保他說 不要忘了有70%不希望國民黨上台 他就是把30%支持國民黨上台的 解讀成說70%不希望國民黨上台 所以我們也要跟柯文哲講 你如果要這個解決氣保這個事情的話 這個你這個柯文哲冒號 我直接寫呂慧冒號 不要忘記有80%的人 不希望民眾黨上台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看呢 仁俊 這個80%你都對他算是友善的 因為如果把氣保後的再算上來 可能有87.6%的人是不贊成他 你這是太狠了 不是 你剛剛講那個柯文哲的邏輯 他基本上他用的這個方式是這樣 我先講他在解讀那個什麼的 那個不希望國民黨上台的時候 他其實強調是說 台灣已經出現了第三個政治板塊 那他認為那個板塊的部分 會導致如果要操作氣保 也會氣不乾淨 我認為在這個現象裡面 因為台灣不是第一次有一個 所謂的第三政黨存在 過去都有過嘛 而且這個新政黨成立的時候 他只要能夠一開始的時候 獲得大家認同跟支持 基本上他都會擁有一定的席次 在一個程度裡面 那後來慢慢的減少慢慢的減少 一直到現在就看起來 就柯文哲認為民眾黨獨大 所以第一個台灣本來就會有 第三個政治板塊的存在的空間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回到的是 這個政治板塊的空間 會不會影響大到 所謂的總統大選的這一塊 柯文哲把它解讀就是說 你看賴清德的民調 大概就是只有三成多 所以他就另外把那個 你支持賴清德的三成多 沒有表態的 通通都叫做反對 這是他的邏輯 所以我們剛剛只是套用 那個邏輯回來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可能問題會比較大 但我覺得第一個 當他做這個表達的時候 是有一點困難的地方 就來自於是 因為民調都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不表態的人 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不表態數 大概在三成左右 柯文哲直接把那個不表態 也把它當成是支持的 那我也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個人發而已 沒有啦 你自己說科學 理性物質 你這樣說話 你就動作大家都反制 你是用反制的手法 在對待你的支持者 可是你看民眾黨的柯營配 如果原來的支持度 是在十九點七趴 如果因為棄保之後 他掉到十二點四趴 你知道那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十二點四趴 差不多就四年前 柯文哲組成民眾黨之後 立刻投入到這個所謂的 立法委員選舉 那個時候所有人是支持 柯文哲的人 然後進來投票 投到不分區的政黨票裡面 讓柯文哲擁有現在席次 %數差不多多少 十二吧 經過四年之後 當你所有的這個支持的 如果因為棄保完了之後 還是回到十二趴 你告訴我這四年民眾黨 到底成立之後得到什麼 他很厲害好不好 居然沒有繼續流失 我都快要佩服他了 他的所作所為 居然還可以維持在十二趴 問題是他之前是一個人 他現在是有一群人 一群人努力完了之後 加加減減 加加減減之後 你是好人 所以你講肯定他 但我沒有啊 我們自己回來觀察 就是說那代表你這四年 其實沒有任何的成長空間 那你如何去跟人家講說 我告訴你 國民黨要把他打回四趴黨 他還維持在十二趴 你還不佩服他 國民黨沒有要把他打回四趴黨 那是國民黨 也不可能啦 國民黨講這個話的人 因為一定不是敬評獎 一家科學理性 那是網友講四趴的 如果按照柯文哲的科學理性物實 我就用這個最簡單 大家可以算一下 他說有六成的 贊成下架民進黨 然後有七成的 不贊政國民黨 所以是支持民眾黨 民眾黨現在制度有多少 那個數字有對嗎 來吧我們現在不管這個 我知道你在民眾黨 是有內線的 他們現在自己摸著良心評估 他們可以拿到幾席部分去立委 我不想聽柯文哲的吹牛的數字 他們現在覺得自己可以拿到幾席 他們現在覺得自己可以拿到幾席 之前認為說上看八嘛 對 上看八 不是十嗎 沒有啦 人家要理性物實了 現在內心深處知道幾席 我認為他們希望能夠維持有五 維持五 就是打到有五這樣子 國民黨再加一把劑 馬上要打回四趴黨了 不可能 為什麼 你也是十二趴耶 不可能啊 好 為什麼我說國民黨可以加一把劑 因為現在你看 如果這個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民調的基礎的話 國民黨跟民眾黨切保座只差兩趴 這兩趴勝負 你昨天分析過的嘛 郭台銘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郭台銘居然具有關鍵勝負的力量 對 他就是使命要把郭台銘拉回來 不過我覺得現在柯文哲也很糟糕 也不是說糟糕 他內心我可以看出來心情真的不美麗了 因為他最近接受幾個網紅 譬如說是叫艾莉莎莎的 那個人是費盡力打敗 然後去早上七點半 就去他家門口接他出來 然後跟他一整天的行程 然後先去禁總開一個缺錢的會議 就是說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錢 是怎麼回事 我們有看過一個政黨領袖是這個德性的 然後他那個網紅就笑他說 現在民眾黨的戰跑破撩撩了 所以阿伯要開個會來募款或怎樣 然後再來就開第二會 又政策會議 然後再來就是跟他吃午飯 坐他車 你發現阿伯一點都不好笑了 坐他車上的時候 阿伯開始跟你講什麼 講什麼 我可以穩定中美關係 我是科學勿施 我是沈浸南進皆反 然後可以講我如果當選 我就會變蔣經國 你要看他接受李四端的訪問 是不是也看不下去了 是不是可以講他穩定 他是中美關係最穩定的人 然後開始講說他可以發展兩岸 他是最有執行力的人 你是不是覺得你也發展你也看不下去了 中美關係最穩定的人 他是最美國公開吐槽的人 他會他還有臉他講 他是這個中美關係最穩定的人嗎 然後他幻想說郭台銘會支持會贏的人 那個贏的人是他 這個東西就是就很奇怪 因為李四端的 李四端的本來就是有點嚴肅 但是有點溫馨 他現在不是亞斯伯格的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 他現在陷入一種幻想的境界了 就是他現在一種沉重 沉重而沒有幻想的能力 他講的那些話都不是幻想的嗎 對啊 所以他只有胡說八道啊 但是你表示說他已經沒有包可以死了 就是說他整個部分 他除了總統會調之外 他的部分區就像剛才仁俊講的 從八席下修到五席 五席還是算好的一個估計 如果說你這個12% 你這個跌到所謂中時做的12% 差不多只有四席 因為差不多一席 他一席差不多三趴來算的話 三四趴來算的話 他這個只有四席 四席也不分區 立委比現在還差 所以人均剛剛講的是務實的 因為他們可能掌握到只有四席 所以他們必須說我們要五席 對 他們就是比少的再加一點點 做一個拚鬥的方向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主力全部在這個 四席還會是關鍵少數嗎 就不會是啊 就很可能不是啊 那你可能就是 那你就是他的主力 完全是年輕人選票 那這兩次的專訪 不好笑原因的嚴重性在哪裡 不好笑了 年輕人會不會繼續支持你 然後王玉川又變好笑了 對 後來王玉川變好笑了 那柯文哲不好笑了 柯文哲就變成那個 就是他口中的侯友宜啊 賴清泽這樣子嚴肅的人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年輕選票 到底撐下去撐不下去 所以這個東西對他來講 是一個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搖來搖去都不是人 所以他只好跟那個過世的人 借助力一會兒蔣經國 一會兒如果他刺 一會兒不同時代的都被他借光 對 真的沒有 一會兒都被他借光光了 然後你最有執行力的人 天啊 他說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蔣經國之後台灣沒有建設 我請問你高鐵誰建設的 嗯 水水誰蓋的 這些這個東西像很像高速公司 誰蓋的 是他自己在八年在內湖沒有建設 在台北市沒有建設好不好 那他跟蔣經國哪裡像了 他跟陳定男哪裡像 請教一下這個冠婷的事 如果柯文哲年輕的選票離開他了 會到民進黨不分區嗎 因為民進黨雖然看起來是有點好笑 但我看有一些評論是說 你們都在同文城裡面瞎搞啊 沒有一種渲染力啊 你有看到同文城之外的支持者嗎 如果沒有渲染力的話 朱立倫幹嘛跟進嘛 為什麼我們考了一個月 國民黨大夢初醒 突然之間也要搶救不分區名單 應該很後悔說 當初為什麼要開除李正浩 這是當時他也是不分區立委 我要講現在現實的問題 其實惠民姐問的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往外擴 跟其實席次是有關 我最後一兩分鐘分析啊 這席次問題 如果民眾黨真的如同任俊哥說的 最後只剩五席 假設是五席 剛剛民風姐那個世席的分析是 我認為五席是現在的現狀 因為其他還是有一些小黨 沒有破五趴 他最後會分到這幾個 有超過五趴的政黨 所以四要加一大概是五 是現在的狀況 假設是五席意思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正常十四十四六的狀況底下的話 或民黨或民進黨會再多一席會變十五 就是離王毅川當選差一席啊 天啊 我跟你講喔 好緊張喔 所以我跟你講 十四十四六的狀況 是我們現在目標努力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十四 我們現在十三 所以民進黨的我們 努力我們的政黨票還在往上衝 我們先到十四 到十四的話 可能國民黨就變十四十四六 好關鍵是民眾黨會不會掉到 六掉到五 民眾黨六都掉到五 現在大家兵家必勝就是這一席 民進黨我們相信一件事 很多支持民眾黨的這一些支持者 其實當時在四年前是 小英的817萬票 可是可能因為最近對柯文哲失望 然後覺得柯文哲在亂講 我們本來想要監督制衡的 發現實際上亂講話 你還想藍白河咧 會回來我們民進黨 那我們可能就會變成十五十四 最後五 好十五十四五 假如是中央成了 最後割喉王毅川要怎麼上 其實關鍵就是我們要努力 讓民眾黨或國民黨再少一席 王毅川就會當選 所以很簡單啦 剩三十天我們努力 十五十四五 你當作國民黨是次數的嗎 沒有十五十四五 國民黨政黨民調現在比你們高欸 他們大概十四 他們現在大概十四 他們十三十四 十三十四六 十三十四七是現狀 七怎麼可能 沒有有些民調做什麼 來 所以現在朱立倫為了拚這個 黑白講啊 什麼爛消費已經輸 好友誼啊 然後趙沙公說 沒有啦我們還是輸 朱立倫可以這樣黑白講嗎 他以為他是柯文哲嗎 朱立倫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很討厭他 那朱立倫也不會是黑白講啊 因為每一個政黨 像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民眾說他們也贏賴消費啊 所以每一個政黨的這個內參民調 多做多半做出來的數值 和那個趨勢會對自己有利 那國民黨也不意外 其實本來也是一度落後了 也是在這個禮拜三中常會 朱立倫才跟中常委宣布 這樣一個好消息 說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說 你相信嗎 我相信內參民調會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你們副手說沒有啊 副手是看外面的民調 外面媒體 所以我說內參民調 跟外面的這個民調 一般媒體機構 副手說沒有 就算照片方說沒有 也是差不會太多 就是看美麗島電子報 還有ET Today 東升還有像這個TVBS 這些各家民調 其實藍軍支持者 都是差不多 有嗨了 都是落後 都是落後 但是落後的情況 跟四年前的這個情形相比 就是你們內參民調 不用給副手看嗎 內參民調副手一定會看 現在的落後 是有希望的落後 不是絕望的落後 這句話形容你很到位 四年前那種感覺 很早就覺得 可能會就是輸掉了 沒想到輸的差距那麼大 這一次有感覺說 有機會在最後一個月 不要放棄 就是差那誤差範圍內 兩趴三趴四趴 都還有追的這個機會 而且所有的顏色 然都會 而且我這一次看我前兩天 才跟黨內的人在聊說 這一次看老王王 王金銘很賣力耶 四年前完全都不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次真的是 不管是出錢 四年前韓國瑜 韓國瑜剛剛糟蹋啦 這一次呢 你看在高雄幫這個 那個侯友宜去掃街車掃 然後還有幫他這個辦大廠 而且我們接下來12月到1月13號 選前之夜喔 總共規劃15場大型的造勢 他自己就認領了三場 五分之一 這三場他要去找人 找錢 你立法院長沒辦法拿出來 他沒有去想這個 雖然說部分區立委 你這個監察院長 不管啦 但我覺得這個 再加上地方派系 你看以前挺郭的啊 然後這是個比較跟郭台銘 比較好的 還有這個之前跟柯爾也不錯的 慢慢都被這個王金銘 去找他們去拉回來 我覺得大家都有危機意識啦 就是這一次覺得說 一定要拼回來 而且 所以你看民調拉那麼近 所以你說 內參民調朱立倫宣布說 贏一點贏回來 然後趙商康說 還是有落後一些 都是根據外面 跟自己黨內所做的民調 做一個對比去觀察 而我相信總而言之 就是賴銷跟這個侯兆啊 兩邊一定是真的是 像已經要可以有追上去 要捲麻花那種狀況 反而是科武慢慢的被邊緣化了 科武慢慢被邊緣化了 所以是不是 其實他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目的就是不要被邊緣化 禮拜五就是明明知道 講他就是中他的技 還是忍不住要講 因為他一句話惹怒了宜蘭人 一句話惹怒了民進黨的支持者 怎麼叫做 他是他講說像陳定南 就已經很過分了 他還算是陳定南的進化版 一句話惹怒人 他搞這些目的是不是真的 就不要自己成為一個棄保的對象 就好像他禮拜六加碼的 70%是不希望國民黨執政的 就是不要讓自己被棄保 他現在拚的是不是就是這個 沒錯 他講他是陳定南 陳定南的兒子 陳仁傑就講一句話說 我爸不是變色龍 結果變色龍果然第二天 就不施大家眾望啊 馬上就去蹭蔣經過了 所以你看一下子蹭綠的 所謂的精神領袖的陳定南 一下子蹭藍營的精神領袖 所謂的蔣經國嘛 他其實是在所謂的藍綠之間 希望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嘛 他不只是蹭這些所謂過世的 會有一些精神 台灣人的精神代表的人 他其實還在統獨之間操作嘛 他過去所謂的 所謂的統獨不是議題 現在反而操作統獨喔 為什麼呢 他說台獨歸孫 就是他講的 他講賴清的就是台獨歸孫 又說趙少康抹紅你剛好 所以他在操作兩邊統獨之後 就企圖在藍綠之間殺出一條血路嘛 那所以他這樣的操作法成不成功 我覺得是很難成功啊 因為他被兩邊擠壓的情況下 兩邊的氣保的情況下 他其實會變成是鞏固自己基本盤 都有困難啊 所以這個部分他為什麼不斷的去 要蹭這些所謂的過去的人 他其實在創造聲量 創造聲量同時在神格化自己 他不要忘記他說他是耶穌會嘛 那耶穌會就是你要有一套宗教模式 所以主持人來問他說 那你們的神是誰嘛 其實他包含他趁陳定然也好 趁蔣經國也好 都是為了創造他自己 就是那個神格化的那個神嘛 那他怎麼回答 他們科試耶穌會的神是誰 就是他自己啊 所以他說我是陳定然的2.0版 是蔣經國的接任者嘛 所以他必須把過去的這些精神 他必須灌在他自己身上 好像他自己是神一樣 那這樣的操作會讓人家 反而會讓藍綠更加的不滿 但是他企圖去鞏固他的支持者說 我們中間力量是有一股力量 可以繼續延續的嘛 所以他的信徒其實已經都有點 宗教化的信仰的性格在那裡面了 所以他說他是民眾黨 民眾黨像一個耶穌會的原因 也就在這裡嘛 因為他們的教育就是好的投歌 現在不管什麼議題他們就好的投歌 那就很像他們的教育 就是那個白蓮教所說的刀槍不入 神功護體 那如果對自己真的有信心 他幹嘛黃國昌進來的時候要簽協議 要不能挑戰他黨內的權威 對所以他必須把自己 如果沒有把他現在的支持者 變成是柯文哲的信仰者 就很容易跑到 甚至是有人會取代他的位置 這個是他最擔心的 所以他不斷的透過總統的行動 所以他也擔心黃國昌取代他 當然擔心 當然擔心黃珊珊也取代他 不要忘記了國民黨過去 直指黃珊珊是戰犯的同時 都說你柯文哲都只聽黃珊珊的 所以他當然也會懷疑黃珊珊 是不是已經取代他的權力嘛 因為柯文哲本身就是一個權力恐懼症 非常重的人 所以他當然會懷疑他旁邊的人 所以他透過所謂的宗教式的行銷 最近最誇張的是連所謂的他們的柯粉的活動 都在賣東西 賣的東西這杯杯子是師父喝過的杯子 所以五千 這個是師父用過的比這個三千 這很不舒服 就整個宗教化的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就是宗教戀財 已經進入到宗教戀財一個地步 來 明鳳你要補他 不是 我是不想補他 就是說理事都很想問他說 如果拜選要不要下台 他說沒有這回事 對啊 他要當萬年黨主席 對 他要繼續做萬年黨主席 所以那個黃先生跟黃國昌不用想了 失望了 本來摩拳擦掌的對不對 而且民眾黨的機制裡面 雖然他們有票選的中央委員和總評委 但是很大一部分有三席左右 是柯文哲自己可以指定的 所以他的權力 他設計了很多機制 就是要維持他在民眾黨內的領導權威 至高無上的權威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這個賴清德 今天直接跟侯友宜正面對決 他說如果侯友宜當選 牛鬼蛇神將被赦免 有這麼嚴重嗎 冠婷 我先講這個侯友宜最近 有一個政見講說 他如果當選 他要去處理台灣的詐騙集團 要瓦解台灣詐騙集團 其實不用了 屏東縣有一位 其實國民黨就可以學習的議員 叫郭再天 這幾天發現一個案子很特別 詐騙集團互相黑吃黑 兩百多萬 然後有人 涉嫌把他 集團騙了錢之後 他就把他A走 A走之後 去找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郭再天陳情 郭再天說 好我來出力 結果他就把這個對方 那個詐騙集團的成員 A了錢的人 找去服務處 直接把他通歐 歐完了之後 出力的方向是很怕耶 打完了之後 把他帶去旗山的公寮 直接把他關起來監禁 直接關起來 這麼強 議員耶 議員議員 現任議員 屏東縣的議員郭再天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扯著扯在哪 小弟我以前 那個也當過社會縣記者 長官是瑞德哥 那個這個是特別地方在 一開始警察接到這個案子 報案的時候 不相信辦嫌的說法 辦嫌講說 那個當時啊 那個郭議員 跟警察這樣講 那個被害者啊 這樣子講 然後警察 有可能議員耶 議員耶 結果後來 追查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這陣子是真的 等一下啦 他是國民黨的議員 還是無黨籍的 過去是國民黨 現在是無黨籍 所以講他是國民黨 背景沒有錯啦 好 關鍵來了 他後來被巡憲 警方巡憲的 把這相關的犯險 全部都把他抓起來之後啊 因為情節嚴重 羈押就獲准了 所以 侯友宜講說 要瓦解差別其他 不用啦 照郭在天的玩法 在這裡打牌 抓去把他關起來就好了 所以 郭在天 這個是一個例子啦 那有人處理大家這樣處理 我真的要聽過 這就是現狀現狀 第二個 我要講 叫邱振軍 這個就確定是國民黨了 國民黨現在標準高到什麼程度 他檢視民進黨是檢視到 比方說假設易善哥今天假設是 那個我們的候選人 他只要在門口抽菸被拍到 違反淹害防治法 抽菸當然不好啦 但國民黨現在監督 都抓這個 監督到抽菸有問題 違反淹害防治法 結果咧 要解民眾黨近日對吳欣穎 進行發言控管 13號晚上民眾開獎攝林場 身為副總統候選人 只給5分鐘演說 相較黨內部分區提名人 黃珊珊 黃國昌 每人10分鐘 吳欣穎談話只有2分之1時間 民眾黨內人士分析 吳欣穎最弱的就是政治Sense 除了換句話說 讓吳欣穎懂得什麼該說 什麼不該說 到現場還需要特別指點 吳辦發言人陳佑成 林子宇私人顧問賀光輝 肩負起吳欣穎應 應對媒體的輔佐角色 民眾黨家派高手 替吳欣穎多方加持 緊盯發言內容和節奏 以免她替做自己過度搶戲 藍軍台中大集合 侯友宜盧秀燕其造勢 想拉攏青年孩的有創意 通通換上短褲 諧音愛水 不怕流皮水 愛國瑜 這個穿爹口 我們的柯子恩 卡好 越造越用 愛水 愛水 不怕流皮水 韓建穿短褲 主帥人到中台灣或出去 雙北深藍板橋大安區交給搭檔 趙紹康還有韓國瑜顧選情 主持紹康戰情是白白胖胖 現當副總統候選人 看起來就比較疲倦一點 話講到一半嘉賓又來了 同樣場景重複兩三次 韓國瑜脫帽炒熱氣氛 國民黨大團結策略邊緣柯文哲 但獨獨台中嚴家人敗票 總有僑遇的事發生 16號晚間嚴寬恆 柯文哲都在殺戮 陸鋒夜市敗票 兩人不期而遇 握手寒暄 互道加油 和藍營小姬有後友誼 對大選對手 趙紹康就沒那麼客氣 柯文哲還靈魂拷問 大算一年內沒推動內閣制 就辭副手 難道中廣的董事長比較好賺 想落跑嗎 他們既然講巧遇 我們就把他當成巧遇好了 你柯文哲應該來支持我才對 怎麼講的話這樣冷嘲熱諷 實在不太好 我覺得人還是應該厚道一點 不得對台中嚴家 但嚴寬恆前一篇巧遇科 隔一天再同荒喉 黨裝輕輕放下 若人人比照辦理 恐讓主帥處境尷尬 第二個我要講叫邱振君 這就確定是國民黨了 國民黨現在標準高到什麼程度 他檢視民進黨是檢視到 比方說假設易善哥今天假設是 那個我們的候選人 他只要在門口抽煙被拍到 違反嚴害防治法 抽煙當然不好 但國民黨現在監督 監督到抽煙有問題 違反嚴在凡治法 結果咧 國民黨自己提名的苗栗的 立委參選人邱振君 他所擁有的房地產不動產 裡面開電環店 電環店可能跟他關係匪淺 他自己經營在樓上 指揮中心 打電話可以到電環店 電環店短短6年內 光是在裡面 發生的毒品交易案 30起 如果把周遭50公尺的 毒品交易案算起來 40幾起 這有可能嗎 這不能容忍 不是不只容忍而已 是怎麼可能這一間電環店 還屹立不搖 就因為你的房東 背後的老闆 關係匪淺的是 苗栗市市長邱振君嘛 台北哪一間八大行業 抓到一次毒品之後 警察不是站桿 直接抄 你再給我第二次 我幫你斷水斷電 抓到兩次毒品交易 八大行業就斷水斷電了啦 你在這裡屹立不搖 結果國民黨現在提的 立委候選人是這樣子 最後再來 國民黨講的 前一陣子打的 打到底了 不管是那個 八八會館 相關的槍擊案 這些事件 現在抓出來的毒嫌 不都是國民黨人 或國民黨相關親近的人嗎 我們有稍微統計一個數字 國民黨的黨公子 涉嫌貪污收費的金額 超過1800萬公開資訊 平均刑期超過36年 如果我們把那個 會選判刑確定 政黨受連坐財拔的 118人次 國民黨這次打民進黨的主軸 所貪腐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看世界客觀的數字 2022年 國際聯政相關組織調查 全世界聯政排行 台灣在全世界排名25名 名列前茅 其他的國際組織排名出來 我們有全世界前10名的 歷史新高 侯爺爺當選之後 他成立特徵組 他要調查的是黃曙光 黃曙光事實上已經被查了恩變了 他的帳戶查到 連黃山的帳戶 都跟著進去查的 然後侯爺爺就要打這種 沒吃不吃的事情 好啦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現在要不要退出國民黨 還不用幫他們辯護 很痛嗎 不用 因為侯爺爺本身 他就是忌惡如仇的人 他自己是警察出身 那像郭載天出這種事情 他說兄弟 你給我倒下手 中東警 中東警他們當初是連 你們當初是連提都不屑提了 現在要人家的票 又跟人家你兄弟啊 這就是國民黨 選舉民進黨跟國民黨在做的都是一樣 都是要去爭取支持 又在比爛了 又在比爛了 他曾經是 中東警曾經是國民黨 他的政治立場處已經不會去挺民進黨 雖然我嫌棄你 但是我要利用你 你不要成立特徵處 本來行為就是這樣 他成立特徵處不是針對這些人 他還是要針對很多人這個愛情 所以特別要講清楚 你現在要不要退出國民黨 要不要退出 你不要逼我 不要害我 但是我跟大家講 侯友宜他在做這些 就是他是候選人 他一定要去爭取每一個 這個每一張票的支持 但是國民黨 包括這個朱立倫也好 或是像我剛剛講的王金平 他跟這些地方的這個大佬都有連結 然後那些人頭 人頭和人面 就由他們去接觸 由他們來做 所以不管你剛剛講 就是隔一層沙這些 不摸到這個相關人士的髒手 就不髒了就對了 你不敢講郭在天也好 傅昆琦也好 中東警也好 榮獲都有一些爭議 但你看其實侯友宜也很少 實質上跟他們互動的機會也不多 可能就是同台同框 在選舉期間就那幾次 就那一兩次 那也不是說常常密集去的拜訪 所以這在你的容忍範圍內就對了 他也沒辦法 他去跟他們 一定要阿薩斯一下拜託他們 那可是如果是說 其他的去接觸 跟地方派系的去拔鬧的話 那當然是國民黨中央 和其他的人去負責這些工作 那你看侯友宜跟那個附伍跟其他之前關係很緊張 在今年不是成立那個選 這個選對會 那個立委在提名的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不容黑金復辟 他還在那邊直接第一個 不容黑金復辟 拍第一槍 不容黑金復辟 好啦 對的各位一直強調 但是 但是現在忘了 你還要我弟 你還要我弟 你還要選票 好啦你說對方會忘記這件事嗎 對方一定不會忘 但是也是為了選舉 我忘了 我不是說侯友宜忘了 我說對方 他們支持絕對不是支持侯友宜 也是支持什麼 六千多百個位子耶 國民黨喝西北風喝八年了耶 而是這行政執政這些 包括跟民進黨就是要宜教長長 就是要執政黨為了執政 然後為了拉下民進黨 再來看一下柯文哲 二零一八年自稱雍正 每天是李萬機 一九年變奴爾哈士了 二一年變漢先帝了 滿朝都是曹操跟董卓 二二年又當漢高中了 他說要樹立這個文景之志 然後呢二二年雍正技工的混合體是什麼 勇於認錯拒絕改過繼續失言 然後又要哎呀我真是夠了 這個人唐太宗 自豪為台北市還掉540億 但是接下來欠下來的錢呢 都不提都不敢提 自比講餵水 耶穌成立了一句話 又要講的 我都念不完了 我受不了了 我這樣坦白了 你也受不了了 我完全受不了了 他就比古代的皇帝沒什麼意見 因為我後來發現這些古代的皇帝 壽命都不長 然後呢除此之外 這個 你的結論很詭異耶 雍正 這幾天雍正王朝 他幾歲就掛了吧 你知道嗎 然後他把自己當作皇帝一樣 但是呢 事實上他骨子裡面 最想學的人是毛澤東 可是他有沒有毛澤東的能力 也沒有毛澤東的奸詐 毛澤東可以在抗戰勝利以後 在重慶拉起蔣介石的手 將委員長萬歲 中華民族萬歲 騙的一大堆 包括這個國民黨這些人 都誤以為是真的 結果回到沿岸 立刻翻臉啊 直接就砰了 就打敗了國民黨 那他就比陳定南plus 這個2.05 完全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陳定南 陳定南對員工有多好 陳定南對員工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 我們現在不是有跨年活動嗎 31號有跨年活動了 然後呢 全台灣第一個重視 那麼這個相關的跨年活動呢 就是陳定南 以前放假都放 元月1號跟2號 然後呢 陳定南 他為了讓員工 可以好好的去跨年 所以呢 他就挪動了這個 他是所謂彈性調整的放假 然後呢 就把1月2號挪到了 12月31號 讓員工可以回家的去跨年啊 他為了這個 所以還被當時的省政府跟那個 相關的監察院呢 給這個等於彈劾 拜託你啊 你柯文哲是怎麼對待你自己的 這個等於台北市政府的 這些相關的員工啊 他因為大巨蛋的這個民調外洩 所以呢 直接叫這個撤謊專家 撤謊他的幕僚 他是這樣對市政府的員工的 現場就有一個見證 對沒有就他 然後呢 就是張毅善 然後呢 另外就是說 那麼陳定南對這個等於說自己呢 他本身呢 廢除了調查局的仁惡事 什麼叫仁惡事 調查局利用仁惡事 沒有在我們政府編制裡面的 插了一個叫仁惡事 在裡面做撤謊啊 就是這樣子 全國所有的公教人員 全部被調查局都掌握 陳定南把它廢除掉之外呢 陳定南還直接下令 包括三民主義都要求廢除 就是不教不考你知道嗎 那是在國民黨的事情 結果呢 柯文哲在參加中華戰略學會的時候說 他要恢復教學三民主義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呢 陳定南嚴禁上班的時候 所有宜蘭縣政府所有人 禁止給我參加這個什麼 扶選啊 禁止參加這個所謂的助選啊 也不准炒股票 結果 柯文哲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的市政府的人在幹嘛 有部分的人在幹嘛 上網去 POLP PO柯文哲的 說他有多好多棒 然後去打擊政敵異己 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除此之外 事實上 陳定南我們都只知道 他在電視上跟這個 那個王永慶經營私人辯論嘛 有沒有 把要求宜蘭是好山好水 立喆工業區不要六青嘛 最後那個台說這個放棄嘛 你只知道這個 你不知道陳定南 為了要改善所有的這個相關的空氣 宜蘭的好山好水跟空氣 五家水泥場空氣污染 每天每家划六萬 每天划 划的錢再找人來幹什麼 每天在給我測空氣 你知道嗎 測到這五家投降 五家全部改善他的空氣 人家陳定南是這樣做事情的嘛 所以呢 你只知道 還有我們現在看電影 現在看電影 以前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電影要幹嘛 要起立唱國歌啊 也是陳定南廢掉的 然後陳定南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我們只知道 我們只知道說陳定南好像很龜毛 一棵樹啊 然後每個樹都要平的 你不知道陳定南做了那麼多的事 所有來用走後門 走後門的方式 要求陳定南把他的親朋好友幹什麼 他是六青不認一律拒絕 他還在半夜的時候幹嘛 去挖自己這個開車司機開著 去挖挖挖他的工程 挖開看看裡面有沒有偷工減掉 陳定南哪像你是嗡嗡嗡 嗡嗡嗡做白工 像個傻瓜一樣 每天在那邊嗡嗡嗡嗡 結果台北市 你永遠名調最後一名 你看現在的民調 他在三組候選人裡面 台北市永遠最後一名嘛 還有陳定南請問一下 陳定南會在半夜偷偷的去找 走神旺大飯店的後門去見財團大亨嗎 陳定南不會做這種事 陳定南更不會自己白紙黑字簽了名 背叛自己的政黨跟這個所有的黨員 然後跟人家簽了名以後 還哭哭啼啼 在直播的時候哭一哭以後 以後撕毀所有的承諾 背棄自己的政黨 陳定南哪比得上你啊 我講坦白的啊 陳定南這種人 所以讓我們稱為青天 永遠懷念他 像你柯文哲這樣的人啊 只有鼓爛兩個字可以形容 你這段講的真的非常好 下次站台這個原定 我這樣打算這樣講 這段不錯 來 現在你還要補強啊 什麼陳定南而已 你自己在新竹市的所所為 馬上要被踢爆了對不對 他最近在講自己是陳定南 多麼青年啊什麼 然後他就說他最大 有點就是不貪污 可是我告訴你喔 最近有一本週刊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本嘛 只有一個字的那個週刊 就一直在做一個資料的收集啊 那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是一個新竹 位於新竹市 因為上一集我們 上一集不是這個 這個王立川在講 黃國昌的尾箭 到底拆了沒有嗎 那這個也是一個懸案喔 這個地區呢 其實它是一個農業用地 是 是一個農業用地 但是農業用地你可以看到 他鋪上柏油了 也鋪上水泥了 然後上面還有停遊覽車 還有停車喔 那你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又有另外一個案子啊 又有背後一個什麼 什麼樣違法的一個 一個什麼樣的案子 在出現了 而且這個是在新竹市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是在新竹市喔 那我們因為我們不要 破那個週刊 但是這個資料 如果一出來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 你柯媽媽是不是又要哭了 跟柯媽媽有關 這新竹市姓柯 難道是柯劍名嗎 還是柯什麼 他頂樓那個曬衣服的地方拆了 他到昨天還把邱義打 他拜託跟邱義打 說我有可能喔 什麼喔 他還跟邱義連線 過去都在罵人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 黃國山自稱 他的違建什麼拆了 結果報到也蓋不開 大概也不曉得拆了沒 可是最新發現 那個竹戰國有地的部分有拆 但是他本身還有很多違建 對就是沒有動作 對就扛不開 不曉得有沒有弄 應該是沒有動作 但是這是一個新發展的地方 然後有人問說 這個到底是 這就是新竹市嗎 大家就講得很清楚了 一聽就知道是某一個人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等這個週刊接出來 如果這個地方是這個 是農業用地 然後你又非法使用 他現在是變成停車場就對了 那我請問這件事情 如果出來的話 請這個自稱不會貪污 自稱清廉 這就可以比成定的人出來講講看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柯文哲 他是他有一些說法是有脈絡可循的 比方說他接受這個網路媒體主持人說的 他覺得民眾黨很像一個耶穌會 這不誇張喔 因為他之前就說過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奇奇怪怪的人接近我都會變比較好 不打來的信息 有沒有 所以他那時候就民眾黨這個赤龍赤鳳 被一一踢爆的時候 他就感覺到自己散發這耶穌的光芒了 不是嗎 逸善 你看你就是不奇奇怪怪 你才沒有變好 你看看 對 因為之前大家都批評他們 因為很多的恰龍恰紅 小弟們都跟在他旁邊 所有活動都動員這些人來 所以就說他們就 他們的發言人還辯論喔 說我們要無罪 無罪推定 所以他們叫判刑前無罪推定嘛 判刑後叫更生人嘛 所以信科者無罪嘛 所以他才說 你只要加入民眾黨 我們那個奇怪的人都會變正常 德永生 德永生 信科者德永生 所以他怎麼可能 自比所謂的陳定然 我都說他叫陳靜然嘛 因為他有一個大太監 叫蔡壁如 曾經寫一篇紀念陳定然的文章的時候 把他比悟寫成陳靜然 還蠻像的 他沒有寫成陳浩然已經不錯了 天地會總舵主陳靜然 或者是銅鑼灣扛霸子陳浩南 他可以選一個啦 他當然陳靜然還是陳浩南 都無所謂 但是他絕對不是陳定然 因為陳定然三大公雞嘛 掃黑打攤茶會 剛才有一黑到一大堆嘛 民眾黨裡面 那茶會呢 我還講耶 還還一件事 還問柯文哲 還沒有解釋清楚耶 陳定然茶會 訂出三十元的標準 柯文哲你的兩億美金 所以要等解釋清楚了沒有 不要以為我們忘記了 再來講打貪 貪污這件事情 柯文哲市長任內 因為108人因為市政府 在市政府裡面的員工 貪污被起訴108人 好榮兵八年 再肯定一下國民黨102人 你最多耶 史上最多貪污 就在你的執政的台北市長任內 更何況你民眾黨為二的兩個縣市長 一個前陣子 你剛去的金門陳富海 因為收賄 因為這樣子2024年 他接下來不能選2025年 接下來不能選市長 還有一個貪污起訴的叫誰 高宏安 我的天啊 都是民眾黨的 我們都要補成早安了 你整個黨都是貪污的 都是黑金 結果你跟我講說你自比陳定然 陳定然 陳定然的名字 陳定然的名字跟柯文哲 連在一起 小傻分不清了 你聽不完了是不是 好我來聽一下柯文哲的講話 就是說人有一個基本的格調跟水準 就不管政治的鬥爭 或者是政治的競爭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是來講道理嘛 不是亂罵人的 柯文哲你真的很愛亂罵人 再來聽一次 好人俊 這個相當搶戲的還有趙少康 趙少康最近講了不少話 政大學生直接有問他說 你當我們瞎了嗎 我先講 因為趙少康雖然這個台北市長 上一次選敗之後 就說沒有參加政治活動 可是因為他這幾年 在這個所謂的媒體上面 都不斷的在評論政治 那所以有很多東西 大家會互相來解說 你以前遇到類似的議題的時候 怎樣 你剛剛提到說為什麼 他到大學去演講 去跟這個學生座談完之後 會被人家說你以前講的都不一樣 重點是趙少康被問到說 為什麼以前五百萬的時候 你罵成這樣 你現在一千五百萬 你就把他吹捧的上天 他說因為那個五年 那個當年沒有什麼實價登陸 沒有那麼完整 現在有實價登陸 那實價登陸 跟你當時所提到的 這個房價下跌 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兩件事情也沒有相干嘛 所以呢 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是這樣的話 那你告訴我說 你的這個一貫性在哪 另外還有一個是 18歲公民存這些事情 那我其實問過趙少康先生 我問他說 人家質疑你講說 你當年講那個 你是反對18歲公民權 他說沒有啊 我是都贊成啊 我是支持18歲 來給他公民權 結果現在大家翻出來 就講說沒有啊 你2020年的時候 當時有提到這件事情 還講說 這個給18歲的這些投票 反正他就是支持民進黨 影音畫面都還在 對啊 因為他就靠媒體工作賺錢 罵 他說不讓年輕人 主持人大家都聽到 他說不讓年輕人投票 就是不讓年輕人投票 還罵國民黨是笨蛋嘛 所以這個其實年輕人 也會覺得就是說 那你如果現在的時候 那你到底是支持還是怎麼樣 你也要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個啦 就是說 辭不辭中廣的這件事情 老實講 我覺得對很多學生來講 就是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政治是一件事 但他會覺得 就是同樣的一個標準的 這件事情上 而且他要選擇的是總統 他選的是副總統 我們本來在很多東西 就不是你要低到 用法律層級的話 那剛剛所有的批評 基本上都不存在 我講白一點 結果你今天 這個趙趙剛被問到說 你是不是要辭中廣董事長 趙趙剛就說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被人家脅迫 你越逼我 那我就 越不辭 我講說 第一個 你本來就不辭 你本來就已經明白 講你不辭 第二個是 他後來還有再加碼 說如果賴清德 什麼拆掉違建 他就辭 我就講 就是說政黨要批評敵手 我覺得都很正常 因為老實說 我不罵你 我幹嘛 可是我覺得 大家在看這件更高的標準 你會得到更大的分數 其實是ok 那我言語綠己嗎 如果今天趙少康改說 如果馬文君猜 我就辭 但是不可能 馬文君不會猜 如果馬文君不猜 我就立刻辭 我跟你講 你去逼馬文君猜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跟人家嗆讀 他一塊地很值錢 因為放到現在內湖 那塊地防衡現場 落到了謝長廷手上 你記不記得 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對啊 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覺得不一定會當選 他就辭了對不對 有副總統 大概要當什麼 慧琳你講這句話 可是問題是他當時 為了要選台北市長 他不是高票二十三萬 當選全國最高的 那個台北縣的立法委員嗎 他辭立委 你當時為了要選那個市長 你辭立委 你就是了嘛 沒有 我比較對周三刊友善一點 他現在真的不能辭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一直辭的時候 侯友宜都沒辭 他幹嘛 所以我還要 侯友宜辭了就解套了嘛 現在有馬路消息指出侯友宜 如果說這個選情快要逼近 而且好像就差那幾趴的時候 會辭掉新北市長 會嗎 不會 我認為他會的請舉手 你是鼓勵他 連黃金平都不舉手 你怎麼會這樣 沒聽過這個消息啊 你沒有聽到這個馬路消息 沒聽過 沒聽過這個消息 不過中國是真的很努力啦 不僅是在這個禮拜五的時候說 這個EGFA 這個台灣呢 違反這個設立貿易壁壘 所以呢 等於宣告就是說 可能隨時會終止EGFA 民進黨怎麼回應 如果認定這是貿易壁壘的話 中國就是自己證明了 EGFA是糖衣毒藥 他說斬掉EGFA對我國衝擊 已經逐漸大減了 我們昨天討論上有提到 就是說影響到的幾個產業 包括了紡織啦 石化啦 這個機械等等 政府要提前應應 如果真的EGFA停了 你要讓民眾相信說 你會照顧所有的產業的話 提前應應慢工 沒有啦 衝擊減少很多了 沒有沒有 我們估計的才兩趴 兩趴的每一趴都是我們的公民 都要來珍惜 另外呢 一境外勢力戒選 台北市二十四十一名里長 主團到中國 三個里長被交保 誒說真的喔 這湯你滴滴滴滴滴滴 很多里長齁 帶著里民開開心心去玩啊 回來就被約談啊 然後幾個居然已經來到了交保 說是號稱反滲透法 現在執法單位這樣子做 因為很多里民會覺得說 我去刺激而已 我現在回來給你民進黨 我去刺激 我本來票是要回到民進黨 你這樣交保 我沒要到人啊 有沒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八年來 老死不相往來 也不談 這不很奇怪嗎 而且禁止的東西還增加了 現在兩千四百多項 我記得原來是2459 現在變成2509 還增加了項目 所以各位好朋友 民進黨沒有能力談 民進黨不會談 民進黨不敢談 民進黨不願意談 讓國民黨去談好不好 慧敏姐我先講 中國現在確實要介入台灣的選舉 兩個部分 一個是經濟 一個是組織 經濟剛才講很清楚了 現在最單線是1月12號前 有可能埃克發 尤其是當時給我們讓利的 早收清單的這些產業 瞬間停掉 那停掉之後我們也算了嘛 GDP影響1% 那我們這幾年 跟中國的貿易的比例 也從過去的四成多 降到三成多 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 因為中國隨時會用經濟 讓給你的利 隨時收了回來 所以我們要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行李 我們在旁邊說話比較輕鬆 對 但是做這個行李 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要出力 對 要出力 可是慧敏姐我要講 讓利給台灣的這幾個產業 這幾年競爭力 並沒有因此增加 反而他沒有讓利 給我們的幾個產業 我們打國際杯的競爭力增加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經驗 我們可以看 不要覺得中國讓利給你 我們就可以賺到錢 就可以過得好 這第一點 第二個組織 現階段確實 整個台灣很多里長 人心惶惶 對啊 我就講我親身 遇到的一個例子 我的選區的一個里長 聽說住在瑞德哥家裡附近 三小的某里長 前一陣子 也有去中國團 然後呢 但是他回來之後 冠廷 我會不會有事啊 我跟你講我都沒有幹嘛 就那個便宜啊 我就去啊 但是我說 其實現在分兩種 一種是中國用這種 就是 類統戰的方式 低價團 比方說去廈門啊 一個人 里長本人不用錢 親屬去六千 高雄有嘛 新北北部聽到比較多是 六天五夜或七天六夜的 一萬多塊 正常行情要三萬 等於打對折 你可能覺得貪小便宜 或覺得好玩 就跟得去了 這是沒有新的 可是現階段我們司法查了很多 很明顯是有新的啊 嗯 這些是幹嘛 到現場去 包含最近 要被起訴的這幾個 甚至被 要被深壓的這幾個 到現場去 現在依照他們 所講出來的訊息是 現場是直接告訴他說 欸 你回出去要投哪個政黨 你知道齁 欸要促進兩岸和平喔 回去不能投誰喔 這些資訊 這就已經違法了 我覺得我們是法治國家 嗯 實務上來講 就是我們的底線是法律 反滲透法第四條 很明確的規定 境外勢力 不能利用任何方式 影響台灣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 而現在 中國共產黨就在做啊 嗯 所以這次啊 他這樣子的一個統 統戰的一個形式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可以避免 那這些理想 我是希望誤網誤重啦 就有一些喔 記得去刺頭的 對啊 就純粹貪小便宜去玩的啊 這個司法也不要太過頭啦 可是 如果說是真的就是 已經是違反選罷法反滲透法 而且有被檢舉的 依法處理啦 不然幹嘛定這個法 我還聽過 有人去幫你辦護好 辦好戶口的 他跟他們洗腦說 你過來幫你戶口辦好 如果我們要怎樣的時候 我們馬上派飛機把你接過來 你說辦好中國的戶口 飛機來的時候 你可以專機坐去 然後優先登機 然後飛過去安全的 有人坐到這種地步耶 哪裡 我也要來去 我拉開玩笑 新店啊 新店 我講一下 他們的環把怎麼玩喔 其實現在很特別 關鍵人是里長 我想他們針對的 就是我們的組織啊 多少人是這樣 比方說我們幾個想要說 這個便宜的團可以爆 他們說不行 一定要找一個里長 臭團 你只要名單中有里長 我們現在就可以優惠價 所以我講那個高雄 就國台辦才可以和銷嘛 我想高雄那個廈門就這樣啊 里長本人到免費 里長的親朋好友六千 可以四天三夜 所以還是有部分 其實是要去賺這個好空的 在這場選舉當中 除了中國的戒選之外 其實賭盤也可以操控選舉 只要有心人善用這樣的一個手法 真的有可能影響選局 所以最近查賭盤 查得很兇 查得很認真 上禮拜有那麼4億多的賭金 都被抄起來了 可是呢 好像春風吹又生 現在到底利用賭盤 操控選舉的狀況 還已經開始在操作了嗎 最近的一個賭盤是這樣 中南部還蠻比北部熱 現在是擲什麼 不知道擲總統 擲理會 我來解釋的是擲什麼 像目前賭盤有 譬如讓到130萬票 賠率1比2.5 我們說得快 現在開是開的 一開始有說70萬 80萬 100萬都有 到80萬也有 上一屆 2020年的時候小英被開出是讓150萬 結果後來小英贏多少 265 好來了 這次裡面有些主投 也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中國來個假民調 12月初的時候 中國的下面大學教授 這個張教授做的 2023年12月6號 他寫什麼 他寫國民黨候選人 會得到43.5 賴清得這一票 這一組 40.6 柯文哲呢 15.9 這個在來年群組 就是這樣 就是給他們很信心的說 我們贏就對了 會過這樣 好我剛剛提到的 現在在玩法裡面 就跟我們玩運財一樣 串官 我們第一個都黑帳 不過舉個例 立委找三個組合 加上總統是不是四個 我可以下注這四組人 這四組人的話 我賭一千塊 如果四組都沒有猜中的話 當然每一個組別都有讓票 比如說立委有讓個五萬十萬票的 這個寫出來之後 如果我黑帳都按串官 如果四組都猜中 那是一比一千塊可以贏 一萬二到一萬五 你只要猜中三個 你就大概就差不多就已經 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回到剛剛講的 海線縱官線怎麼算 剛剛提到這個 買票政治學的做法 你給我一千塊 之前那個三十年前是一賠三 這邊一賠五 一千塊你來給我 這一屆 這一屆 一千塊 而且更好玩喔 你要照撤喔 你比如說 台東行情好一千塊 可以一賠五 我自己六十萬 十萬 因為你還是一票而已 你押十萬 你只有一千 那一千你可以照撤 一定是要我這個選區的選民 不然不知道什麼人來幫我 我說你為了要 贏那個五千 就是賺那個四千塊 你會不會大力拉票 對吧 拉票不用多喔 你想看我只要拉的話 有些輸贏 大概在五千票上下 我只要多買個兩萬三萬 你給你給你給三萬 給三萬好不好 給三萬那個四千塊 也這麼幾億而已 也這麼一萬而已 如果五萬票不低之後就兩億 兩億對某一些海線 總管線還是三萬而已 重點又來了 我如果不小心輸了 當然他們認為有可能贏 因為從年初就已經洗到現在 你給我一千塊 我還可以當成一部分的回收金額 你一千塊先給我們喔 這當中白手套用得非常 切得非常整齊 抓到頂多賭博罪而已啦 頂多賭博罪 你要把他抓你跟我說 上一屆你記不記得為什麼韓國瑜那一次 害了很多那個主頭 或者是有一些不是主頭 有些賭客 輸得偷偷 蓋牌啊 韓國瑜叫大家說 只要接到民調電話說 支持蔡英文 所以大家打不清楚到底 蔡英文是領先多少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台中聽到是說 韓國瑜可能在誤差的一百萬之內 誤差一百萬之內說 我們想起問怎麼可能 反送中議題 還有年輕人還在發酵一大堆說 怎麼可能會只有贏一百萬 我覺得中部真的會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號稱佛羅里達州嘛 因為中部就是說也蠻愛賭博的 然後又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那時候確實講說 怎麼才贏一百萬票 我想會不會太離譜 怎麼可能只才贏一百萬票 因為喔 那樣子怎麼賭錢 比有韓國的海伎 你不報到會講的 這跟職棒牽讀 跟六合彩都怎麼樣 座頭都在台中這樣 收益地幣嘛 對嗎 大家瞧 那像你 那像期貨 你瞧空方跟多方一樣 所以正式的選舉裡面 的確在選舉 那我們的檢調 有你查沒有 有啊最近也抓到 不是這樣 但是我剛才講的 用六合彩式的這種方式 你不會抓到候選人嘛 你齊悅候選你怎麼抓 你抓到究竟是 這是什麼 座頭跟轎腳 賭博催而已 才有感覺 而且大家很神秘喔 這些組織是很非常的 非常的鐵桿的喔 我跟他說 你還在地 還不可以擲桌 你說要抓一千 我抓一萬 抓十萬 不可能 你台名單下桌 你不說 你如果說 衛生在台中 沒有了 我們抓十萬 一百萬 我們娘怎麼抓一下 理由那麼簡單喔 不得其門而入 這一個都有個系統化 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傳出中國與俄羅斯 多達六架軍機 飛進南韓防空識別區 再度引起南韓軍方高度關注 中國和俄羅斯的軍用機 六架 六架 東海的軍用機 六架 東海的軍用機 六架 南韓軍方 在東海上的南韓防空識別區域 偵測到兩架中國 以及四架俄羅斯軍機 軍機在識別區域內 飛行了十七分鐘 於當天下午十二點十分 從獨島東方 飛出離開 鎖性並未侵犯到南韓領空 反空識別區域 反空識別區域 經常以聯合訓練為由 飛進南韓防空識別區 因此南韓軍方 也不敢大意 當天立刻派出戰鬥機 採取戰術措施 雖然中國與俄羅斯都回應 只是進行正常軍演 但並未事先知會南韓軍方 不只有損三國之間的感情 也讓南韓周遭空中安全 再度拉緊報 近日菲律賓駐美大使 訪問中丟出震撼彈 直稱引爆下場 世界大戰的衝突熱點 將會在南海而不是台灣 因為領海爭議 中非兩國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衝突 中國日前還將責任 全部推到菲律賓身上 不過對此 中國網友上千評論 卻都在討論天氣 顯然連自己人都不信 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穆德斯 7日在訪問中就稱 即使南海上任何小小事件 隨時都可能引發重大衝突 更警告一旦爆發 恐怕將是世界大戰的開始 過去菲律賓總統小馬可 也是訪問中國與習近平會面 期間就曾表示希望商談南海情勢 但大使表示 習近平當時態度迴避不置可否 令人相當失望 中國的時段線把周遭地區 統統劃入自己的主權範圍之內 更是頻繁在南海島礁周圍 暴力驅趕騷擾他國船隻 但南海若爆發大戰 不只整個印太地區都可能被捲入 還可能上升到美中等大國對峙 恐怕連動全球 而11月中百習會後 說好的美中軍事熱線至今仍尚未恢復 也讓外界擔心 若有萬一千億法動全身 我們歡迎這段新交流來賓 許人介紹是財經評論員許維智 大家好 這次介紹是財經專家邱敏寬 維銘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社陳彥 維銘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秦剛之死 現在有太多的傳言了 現在甚至連到底是誰下手殺他的 以及怎麼死的方法 都呼之欲出 瑞德 因為秦剛是跟俄羅斯外交部次長 見了最後一面以後 人家的消息沒了 被拔掉了嘛 那為什麼他會講到什麼東西呢 現在根據外媒的報導 當時火箭軍的司令李玉超 他的兒子 那麼在美國 確實有跟美國相關的特工接觸就對了 這些東西被刊在去年底的時候 相關的網站上面 那現在查出來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李玉超的幕僚一個秘書 用Telegram 直接把這些火箭軍的機密 給他的兒子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給他兒子 傳過去了以後 聽說俄羅斯 那麼他有在進行監控 也就是這不小心告訴一件事 俄羅斯包括中共的美國都有在監控 監控了以後呢 有相關的情報 所以後來趁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把這個事情告訴他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問題是全部被抓 是事實啊 全部被抓是事實 李玉超火箭軍的 那麼司令 前後任司令 前後任副司令 死的死抓的抓 最詭異的事是 連央視的這個前女主持人 女主播 這個 那個 傅小田呢 鳳凰衛視 對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的這個女主播呢 那麼跟他生了一個小孩 還高調的在網路上面放閃對不對 也不見了 而且現在聽說是被騙回來 為什麼呢 還用私人飛機把他給接回來 他那時候顯然不知道他打出了事情 所以才會被騙回來 如果你知道 我再怎麼樣都在美國 申請政治批護嘛 我死都不會回來 可問題是他回來了 回來了以後 聽說關在北京的監獄裡面呢 那個小朋友啊 那麼就拿這個私生子的小朋友 來威脅秦剛 而且據說啦 是直接在醫院注射這個氫化甲 因為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氫化甲 請記住這三個字 為什麼 因為聽說一連串的人 不是只有秦剛而已 包括同案當時 被落馬的這些人 也全部有十個將軍 都在同一時間一起處決掉 然後現在為止 這些人沒有人 沒有審判 沒有審判 沒有消息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人間蒸發掉 所以事實上他有某種程度上 真的有可能是因為 認為他們叛國通敵 所以把他們給幹掉 那現在呢 更詭異的是什麼呢 那麼公安 中共的公安部的賀琴局的 前副總隊長王威 他的任務是專門負責保衛 國家領導人 叫習近平 突然被心臟衰竭死掉 我告訴你心臟衰竭 記得這四個字 為什麼 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 那麼我們各分局的刑事組 就現在的偵察隊 都有一本死亡筆記本 上面就是記載 要去香驗屍體的時候 他的死因就對了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心臟衰竭 那你知道什麼叫心臟衰竭 在台灣不想解剖 認為沒有死亡 那麼沒有他殺嫌疑的人 就全部給你寫心臟衰竭 誰知道是心臟衰竭啊 乾脆寫心臟停止跳動算了 你知道嗎 那他到底是怎麼心臟衰竭 重點不是心臟衰竭 重點是他怎麼心臟衰竭的嘛 他死訊一個禮拜後才公布 而且聽說跟李克強的死有關係啊 那會不會捲入其間變滅口 不知道 但問題是他的身份很特殊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今年4月的時候 本來負責啊 這個中共國家元首安全的 中央檢卫局的局長王少軍 也是突然間發病身亡 詭異的是那發病身亡 人家人會發病猝死嘛 對吧 詭異的是三個月後 你才突然間公布他的死訊 你若是照理來說就發病 你要隔天公布一個禮拜公布 都合理嘛 你要故意在三個月後才公布 所以大家都認為王少軍事實上 跟王威他們的死因 這個起人一鬥 好 那來了 那是誰幹的 如果 當然習近平不可能自己幹啊 一定有下面的人 叫下面的人去幹嘛 東藏錦衣衛下去幹嘛 對不對 不需要我自己去幹嘛 現在有一個人浮上檯面 現任的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周鴻許 他是何許人也 習近平出訪這個越南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貼身這個侍衛 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 那麼因為王少軍 他之前跟胡錦濤走得太近 所以呢被刺死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李克強也是不是 跟中央警衛局有關係 說話拍天啊 中央警衛局就形同變成了 負責執行的東廠警衛衛啦 就這樣的一個身份 有一件事情 倒是讓人家覺得有點不太了解 為什麼 最近中國不是有七種病毒嗎 七種病毒 中國現在真的很怪 對 沒事的話 你要去中國拜託你口罩一定要戴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了 七種病毒在橫行的情況中 中國的公安警察很奇怪 像這個公安警察 他突然間咳嗽了以後呢 緊抱胸口咳嗽 然後呢 甚至於要去扶牆壁的時候 要去扶牆壁的時候 我相信 我當下又弄到牆壁就對了 他覺得很怪 沒有多久倒地不起 然後四肢非常的扭曲 然後呢 就直接送醫院 就走了 就走了 問題來了 醫院說這個是癲癇發作 各位 跟我們所知道的癲癇的狀況不一樣 情況不一樣 那為什麼醫院都要說是癲癇發作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麼這些警察 他的頭直接撞牆壁 對 因為就失去那個控制能力嘛 要命的是這些警察在10月的時候 今年10月 那麼突然間集體啊 都是年輕的 都是中壯年的 突然間無預警的發生這些年輕力壯的 這個警察公安突然間暴斃 這個就起人疑鬥了 對起人疑鬥 結果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跟李克強之死有關 有可能要滅口呢 因為這是一個不透明的國家 所以就很多的揣測 我們要來看的是 如果說秦剛 他涉及的是通敵叛國罪的話 為什麼不公開審判 讓中國人民知道秦剛 以及10位可能已經被刺死將軍的惡行 作為警戒 為什麼要讓他們一個一個這樣子 默默地被暗殺而走的一個狀況 問題很多 但這些陸續死亡的消息傳出來 其實對於紅二代來說 他們害怕嘛 紅二代賺到錢了啊 就只想過好日子啊 他們也不想被刺死或猝死 所以呢現在傳出就是說 捐錢 捐錢留命來 至少要捐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加起來到底這個習近平可以湊多少錢 但我對習近平的角度來說呢 你們這些紅二代何德何能賺這些錢 都是黨給你的 所以現在黨有需要 你當然也應該捐出來 而且坦白講才三分之一啊 他不是說你留三分之一啊 所以我覺得他大恩大德啊 對不對 我只跟你抽三分之一喔 實際上如果你去算一下喔 就像他們這個 我不想貪污 各種手段拿來的錢喔 隨便一千億有吧 五百億一千億 扣三分之一剩下的錢不好用嗎 還是很好用啊 你看這個是在X平台 就我們過去所謂的Twitter 他上面寫說 他聽到的 這個帳號叫一條會飛的跳跳魚 他把整個細節PO出來 第一個是說他聽到的一個消息 是說要繳三分之一 你讓中央來度過難關 難關 意思就是 現在中國沒錢了嘛 經濟的手段當中 我沒有辦法從民眾上面 帶到經濟的增長 那我直接跟你們拿錢嘛 三分之一嘛 那不交呢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討論喔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喔 上手段喔 什麼叫上手段 那就看怎麼硬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剛才你講到的這些 什麼秦剛等等的 很多人就開始有一些聯想 是不是已經開始在施行手段了喔 大家知道恆大的許家印被抓嘛 許家印是哪一個家族的白手套 就是曾慶紅家族嘛 那目前就我們所知的曾慶紅已經輸成了啦 就是說該繳的都繳了喔 所以目前他自己的狀況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那溫家寶據說也繳了喔 那現在就剩兩個家族 我們大概想一下 誰還有這麼硬 底子敢不繳喔 那江澤民喔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胡錦濤應該可以理解 目前據說就他們兩個家族 那為什麼曾慶紅 你去想一下喔 曾慶紅跟許家印之間的關係 之前他二十真偉在澳洲辦party 辦跟誰借了 不就許家印嗎 那關係很好啊 我動 你們會覺得我還不敢動你們嘛 對不對 我不敢動曾慶紅 我不敢動曾慶紅 我動你旁邊的人 對不對 你看許家印現在被抓了嘛 之前這一個他的子女 就是曾慶紅的子女 有一個房產公司叫花年華 大家有印象嗎 銀行就是不借他錢 就是不借他錢破產 他其實在告訴你說 我可以先從周邊 你還可以接受的這些環境 跟人事物我去動你 到最後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不講會怎樣 因為他現在要下的命令 給中紀委書記李希下達的命令 是到2025年要多少 一兆五千億 我做我所知是一兆五千億的民幣 那怎麼怎麼弄 那就是跟這些嘛 那你覺得胡錦濤跟江澤民 他們能夠貢獻的 可不可以讓他很快的達標 我認為應該是有機會 那你會覺得說真的有可能嗎 如果不講會怎樣 吳小輝還記得吧 安邦集團被判18年 這一位是誰 鄧小平的孫女婿 我不敢 你覺得我不敢動你鄧小平的孫女嗎 那我動你的孫女婿可以吧 我把他抓起來18年齁 然後呢 中共元帥陳毅的小孩叫陳小魯 莫名其妙在三亞 你覺得他敢不敢動 猝死 猝死 抱歉 那你覺得他敢不敢動 敢不敢動 這是一個 那當然現階段 我覺得很多的手段已經開始在施行 再給各位看一個這個 這個是 在這個微信 大家的一個群組裡面的一個訊息 他這個訊息裡面講什麼 他就說 各位家長 就是說你想要來念我們學校 當然戶籍一定要 在台灣也是這個邏輯嘛 對不對 但除了戶籍之外 他說 你可能 希望我大家可以捐個血 這個蠻好的嘛 做善事 我們常常也會去捐血車 那如果你捐血你有積分 那如果你能夠 參加造血幹細胞的捐贈 分數更高 然後再來 如果 如果 這邊更誇張了 如果你簽 除了無償捐血之外的分數 每100ml 兩分之外 所以捐血不是只有拿筆 餅乾拿鮮奶 你還可以拿到分數 如果你參加 人體器官的捐獻意願登記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這個傳到群組 如果我看到 我的手機會掉到地上 為什麼 我只是讓我兒子 要去念一個學校 我已經搬到這個學區來了 我已經很辛苦了 你現在要我捐器官 那我要不要把我的眼角 什麼全部捐出來 你可以捐金 捐金 升出這麼優秀的下一代就對了 這個分數應該是超級加分的 我覺得 所以你不覺得 如果 慧銘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連念都不敢去念了 哪天血型配對一下 你就得去捐器官了 那還得了 我飛奔耶 我趕快跑了 然後呢 現在我覺得更大的一個問題 我給各位看一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大家看到 不要覺得是什麼 什麼歌舞劇還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 這是在中國一家公司 他們的業務人員 然後業績沒有達標 然後被被帶 這個是古時候有沒有 就是被判刑 你要帶一個那個在身上 對不對 然後而且還要喊什麼 喊說我諾諾我無能 我給公司拖後腿 所以慧銘哪一天你叫我喊 我諾諾我無能 我拖累收視率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中國民眾大戰東京西太后 再加一 宣服狂漠東營小野亮 再讓外界看到 小粉紅嘴臉 這種電量都平常都不關注的 我只是米其林 小一個億日比 我讓他這輩子 都給咱們中國人炒飯 小莊行進PO上網 引發日本議員關注 進入這位自稱亮哥的小粉紅 表面上開貿易公司 背地裡可能涉及性交易產業 事實上這位亮哥囂張 早就不止一兩天 他還曾在七七事變祭典日當天 把日本街頭當成自家KTV 大肆播放抗日歌曲 但先前卻因為酒駕出車禍 把豪車開到店家門口 最後當街遭到警方制服 模樣超狼狈 多人到泰國 有亮哥這時候的嗎 最近更因為在泰國穿上警察制服 還坐進警車 囂張說要出任務 被泰國網友罵爆 小粉紅不斷在各國撒野 讓日本山口族看不下去 前兩天我發的那個禁止 國人入內的這個日本的 中華料理這個店 我看很成功 好多人留言 這個事就到此為止 不要去談了 8964維尼魔法陣 加上山口組集集 互法現身 要讓小粉紅徹底退散 2024大選逼近 檢調大眾做約談 涉嫌接受招待到中國旅遊的 41名里長 嚴防中國界選 不過共黨立委 卻開記者會反檢討司法 立委反擊攔引 並據過去中國界選早有前例 近日有國安人員指出 因為台灣抓得緊 中共又改變做法 把招待旅遊時間 拉到大選後 而且中方明白表示 若某基層選區 投票結果不錯 招待名額能再增加 中國擾台做法 滾動式調整 一場華府智庫線上討論會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 普瑞哲就指出 他不排除中國可能在選前兩天出手 操作戰爭與和平的敘事 甚至配合某些行動 恫嚇台灣選民 關鍵倒數一個月 中國通過各種連結 企圖滲透基層 國防不能等閒失職 不過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 這個好多警察 就是陸陸續續奇怪的 這個原因死亡 很多孩子居然白費 然後他們說這是資源體 也就是台灣的這個 梅漿菌感染 但梅漿菌感染 以現在世界各國的醫療水平 不太可能出現白費的 為什麼中國這麼多匪夷 所思的狀況 然後又不公開告訴大家 以至於最近我看到這個 周海媚的死因 我看到這個原因 就覺得很有可能跟肺部相關的疾病 是有關係的啊 周海媚年紀真的不大 她屬馬 年紀現在剛剛滿57歲 據說才過她的生日 過一個禮拜而已 但是她本來身體就不太好 她住的地方很高檔 她住的地方是北京最高級的 獨棟的別墅區 然後她近一週咳嗽 然後在家裡面都會喘 都會喘 所以他們的家人 據傳她的保母 就幫她買了呼吸機 買了那些氧氣瓶 就在家自己吸氧 結果那個症狀 跟最近的所謂的中國肺炎 是非常的相符的 然後醫生就說 你有免疫系統相關有疾病的 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是有風險的 但周海媚據傳前前後後 種了世紀的中國新冠疫苗 那中國他們一直說 我們這個叫做滅活疫苗 什麼叫滅活疫苗 就是死掉的病毒 你不用怕 但情況到底是如何呢 很多人在猜會不會是 所謂的疫苗後的 綜合症候群去害命的 但沒有想到現在這件事情 還在擴散當中 為什麼呢 中國這一波的感冒 拖到現在 已經整整超過45天了 現在整個醫院 擠滿了排隊的一個病患 你隨便去看個病呢 單單是醫保的問題 你有醫保的喔 在那邊等 等個一天的 常常都有 那各位還有好幾千萬的沒有醫保 這個該要怎麼辦呢 甚至於醫院還出現的病人 突然間就突然間倒地了 撐不下去 各位這個不是跟那時候的新冠疫情 跟所謂的武漢病毒 是一模一樣的嗎 那就在各位24小時之前 這個消息出來其實我有點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上一次是武漢對不對 這次是在重慶 重慶現在先說 重慶現在也非常冷 結果現在整個火葬場爆滿 那火葬場爆滿 爆滿到什麼地步呢 很簡單 當地的火葬場 我們說人先送到火葬場去先兵馬 時間點到的話 就出來佳祭公祭之後 進入所謂的火化程序 結果現在是人多到 要進所謂的吊念廳 進不去 火車追撞 地鐵 地鐵就追撞 在高架橋追撞 追撞完之後 他一開始的說法是說 30人的一個傷亡對不對 結果現在的傷亡 據傳已經超過500人了 而且很麻煩 不是 死亡 傷亡 傷亡 傷亡就不知道死亡是多少 那朋友講 現在中國官方把消息抵觸 為什麼 因為是有人撞到之後 跌倒的跌倒 有人飛出去之後 掉到橋下去了 現在這個狀況很麻煩 好 倉平站出現這個問題 就再夠麻煩了喔 想不到星期五 出現一件更吊詭的事情 北京地鐵站當中 有一站叫做軍事博物館 記者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整個電梯塌下去 整個電梯又啪一下 就塌下去囉 消息目前封鎖